遊覽車傳播鏈當中 一名台南團員確診 今天疫情疑似又有外闊跡象 還傳出出現了台南首次的院內感染 當地的篩檢站一大早就爆滿人潮 詳細狀況要聯繫給記者蔡婉如 好 主播新營衛生所前的篩檢站 上午是出現前來裁檢的人潮 現場一度大排長龍 來篩一下 比較安心吧 會害怕是不是 當然會怕啊 大家都會怕 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我們就來快篩 就有發訊息說有重疊啊 就是行動重疊這樣子啊 就是有訊息說 請我們所有居家快篩這樣 從訪問聽得出來 民眾都是想說來篩一下 總是比較安全 因為當地有確診者足跡 紛紛提高警覺 這是因為鹽水有家族爆群聚 而且疫情還向外擴散 講的就是遊覽車傳播鏈當中 染疫的台南團員 確診之後先傳給家人 其中染疫的四姐夫 曾經搭富康巴士到新營的某一間醫院 來進行復健 造成同車四人確診 由於足跡在新營 就讓當地的民眾紛紛提高警覺 不敢大意 至於下午市長黃偉哲 也有最新的記者會 疫情部分將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消息 時間先還給捧內主播